咱们今天来说说加拿大猪场恶魔 听名字您各位也能猜出来 这案子肯定是和养猪场有关的 这是40年前了 1983年的时候 加拿大出现了一个变态杀人恶魔 这个人还专杀女人 杀人之后 把死者分尸 一部分肉卖给邻居 一部分肉就喂猪了 非常恶心 咱们从这案子开头说起 83年的时候 加拿大温哥华东区 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一些失踪人口 照理说一个城市 尤其一个大城市 天天有几个人失踪 这算是正常的 有的离家出走了 对吧 有的可能是什么精神状态不稳定的 但是这一系列的失踪人口有共同点 他们呢 都是性工作者 也就是卖银的 从1983年开始 一直到1998年前后15年的时间 有60多位女性失踪 当地老百姓人心惶惶的 一直到了1998年 警方啊 才找到了这一系列连环失踪案的关键证据 那么到底凶手是谁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最早失踪的 是23岁的女子叫利贝卡 她呢 是1983年失踪的 是一名卖银女 当时啊 温哥华还是挺混乱的 像这样卖银的 做这种性工作的 不少 好些个当地人呢 那是荒淫无度啊 你看咱们中国老话叫吃喝嫖赌 往往啊 这吃跟喝跟嫖跟赌 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当时在温哥华经常会有一些扰乱社会的斗殴事件 会有一些社会小会会 那嫖娼的更是不计其数了 那有市场就有从业者呀 所以那一段时间 在温哥华 卖银的女人也是非常多的 一个普通女性失踪 尤其是一个卖银女性失踪 也没有引起社会的恐慌 警方呢 也就简单的调查了一下 后来这卖银女 也没有家人在那紧追着警方 警方查来查去也没查明白 那就算了吧 就放弃了继续追查 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这仅仅是一桩系列特大失踪案的开始啊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 失踪的女性越来越多 什么年纪的都有 有钱的没钱的也都有 但是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是卖银女 1998年 警方啊 终于列出了当地女性的失踪名单 竟然高达60多个人 并且几乎都来自温哥华东区 温哥华东区的老百姓们这些年 过的呀 那是谨小慎微的 生怕出什么事 那不停的向警方上诉啊 你们得彻查此案啊 你们不能出了事了 不管呢 你们花着纳税人的钱 不干人事是不是 希望你们能够保证 所有女性朋友们的安危 警方呢 也意识到这事不对劲 失踪人口太多了 并且太有特点了 失踪的全是卖银女 于是警方这才怀疑 这是一次有组织 有预谋的连环犯罪 为了能够彻底调查此案 警方成立了调查小组 可是他们发现呢 想着调查这些性工作者 不容易 因为职业比较特殊 他们呢 跟人交往的也不多 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 更多的时候 跟人交往啊 也不会说自己的真名实姓 都会胡乱的起个名字 起个代号 这也代表着 这些人呢 亲人不多 朋友不多 知道他们行踪的人 那更是不多 为了能够真正调查这起案件 警方啊 特意发布了悬赏通告 可即便如此 还是没找到什么线索 就在警方调查的这段时间里 竟然还有女人不断的失踪呢 这不是啪啪打警察的脸吗 然而 此时此刻的罪犯 还在嚣张的执行着他的计划 他还没有被警察发现呢 那么罪犯是谁呢 他呀 叫罗伯特 是一名屠夫 平时呢 就是靠养猪过活 这也就是咱们开头 为什么说 他杀害的那些女人 把尸体都会喂了猪 警方还没追查到罗伯特 但是先后调查了几个人 其中重点怀疑一个 叫迈克尔的中年人 因为有人看见迈克尔 曾经在大街上虐待女性 不过查来查去 这迈克尔他不是真正的凶手啊 他呢 只是有一些精神上的虐待幻想 精神有问题 根据精神病院对他的诊断 也排除了他是凶手的嫌疑 线索在这儿 也就断了 正当警察觉得 这案子呀 咱还破吗 破半天也破不了 歇了吧 就在这么个时候 一个叫比尔的人 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 那这比尔是谁呢 比尔原来是罗伯特手下的员工 比尔呢 在一家废品回收厂工作 罗伯特是他老板 罗伯特除了那养猪场之外 还有一个废品回收厂 比尔虽然平时去养猪场机会也不多 但他每个月啊 得去养猪场领工资去 所以就见到过罗伯特的一些奇怪举动 比尔跟警方说呀 罗伯特有的时候呢 会在养猪场里边的一个骨仓那儿 举办派对 参加这些派对的都是当地的一些会会和妓女 罗伯特平时社交的对象 那都是这类人群 据说呀 在这些派对上还会提供一些毒品 供大家吸食 不仅如此 在这个派对之上 也是非常的混乱 对吧 就那种多人的爱情运动啊 那是经常发生 这就也说明罗伯特确实跟妓女们来往很密切 值得被怀疑 比尔啊 还跟警察说 他那股仓里有个专门放肉块的冰柜 但那些肉看上去不像是猪肉 比尔呢 就猜测着这会不会是一些人体的尸块 随后警察就问比尔那些肉什么模样啊 脂肪什么颜色呀 那瘦肉肥肉都怎么分布的呀 比尔一说 哎 警察感觉还是很符合人类尸体的特点的 警方就更怀疑罗伯特了 随后呢 警方就想去罗伯特的养猪场进行调查 可这时候又遇到困难了 罗伯特的养猪场啊 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管辖范围 而负责调查这些失踪案的调查组 无权管辖 所以呢 他们也没办法办搜查证 养猪场的员工也不配合 那进不去 哎呀 进不去怎么办 那也不能硬闯啊 无奈之下 这事又搁置下来了 这起案子该怎么继续办下去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因为罗伯特那养猪场啊 是属于加拿大皇家骑警馆 负责调查这系列失踪案的调查组 无权管辖 也办不下来搜查证 人那养猪场呢 所有的工人们还都挺强硬啊 挺蛮横 不让他们进 那也没办法 不让进就不让进吧 这案子呀 差点就又搁置下来 哎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 又有不少女性遇害 当地警方想着 这也不能就这么下去了呀 那万一他真是坏人的 不能放过他呀 就找加拿大皇家骑警联系呗 最后双方警察呀 达成合作 一起调查此次案件 那得找个由头啊 你不能一上去就说 你是不是杀了好多女人 是不是把人家的尸体 切成块冻冰柜里边了 那不行啊 打草惊蛇呀 于是 以非法持枪的借口 就检查了罗伯特的养猪场 这一查 查出事来了呀 罗伯特养猪场的冰柜里 有大量失踪女人的DNA 好些个杀猪刀啊 肉钩子上啊 经过提取比对之后 也是沾满人血 更让人恶心的是啊 在对这猪丝料进行提取检验之后 发现猪丝料里也有人体组织都打成肉馅了 哎呀 这让警察们都忍不住啊 一出门哇哇的在那吐啊 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 有不少肉啊 都被罗伯特当成猪肉卖出去了 这直接威胁到当地老百姓的饮食安全呢 好些个老百姓都去他那买肉去呀 谁知道 哦 买的不是猪肉 想着烤个猪排吃 赶紧烤的是人排 这一下子给居民们恶心的也不行了呀 凡是在他那买过猪肉的 谁都不吃猪肉了 甚至好些个 什么肉也不吃了 什么牛肉羊肉啊 甭管什么肉 只要是肉 现在就不能碰 别让我看见 看见就想吐 现在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吧 但即使这样 罗伯特还想推脱呢 还给自己找来律师 而此时此刻 出现了一位关键的证人 是一位幸存的妓女 叫爱丽森 爱丽森告诉警方说 自己和罗伯特呀 是这么多年的伙伴关系了 什么伙伴啊 就是爱情运动的伙伴呗 一个买的一个卖的 这关系持续这么多年了 他说呀 他真的见过罗伯特杀人的场景 有一天晚上 爱丽森呢 到了罗伯特家 俩人就跟平时一样 见面之后 直奔主题哭哭咔咔的 一直折腾到了大半宿 随后也累了呀 就睡着了 半夜里的时候啊 爱丽森呢 突然醒了 哎 胳膊旁边一摸 发现这罗伯特不在床上 去哪了呀 也好奇 起身啊 就去找罗伯特 结果就看见罗伯特 把一个女人的尸体掉下来 在那拿刀正搁着呢 就跟杀猪似的手法熟练 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自然 爱丽森呢 这一下子吓坏了 得亏 没让罗伯特发现他 这要发现了 那自己也得被掉那钩子上去 当天晚上 罗伯特撒牙子就跑了 从此再也不跟罗伯特联系了 除了爱丽森之外 罗伯特的一个帮凶泰勒 看警方把这案子查的也差不多了 自己也知道逃不过去了 他呢去找警察投案自首了 他说呀 自己经常帮罗伯特邀请一些妓女 到他家里边聚会 据他所知 这些妓女几乎都是有去无回 只要去了 那就回不来了 但是 真正把罗伯特罪名坐实的 还是罗伯特自己 您各位该说了 之前不说罗伯特死不承认吗 是 他跟警察死不承认 但在被关押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他跟御友 嘿 可能吹了 就吹自己的杀人精力 每回讲的 眉飞色舞的 他说了 我的目标就是要杀够五十个人 御友们也都是罪犯啊 这御友们都受不了了 哎呀 你太恶心了 你太变态了 你你你太坏了 我跟你比起来 我怎么这么善良呢 最终啊 罗伯特被判处终身监禁 并且二十五年之内不得假释 犯罪事实清楚了 但让无数人疑惑的是 罗伯特为什么会变成这么一个杀人狂魔呢 据说呀 这罗伯特小时候 他不是这么变态 但他小时候呢 确实也不受人待见 同学们也不愿意跟他玩 也孤立他 他也遭遇过校园暴力 成绩不好啊 老师们呢 也不喜欢他 罗伯特的性格啊 特别的孤僻 但也不是没自己的朋友啊 他有一个好朋友 这好朋友是谁呢 是他养的一头小牛 平时啊 他喜欢跟自己这小牛 说说心里话 小牛反正也听不懂 对吧 在旁边趴着呗 罗伯特就当他听懂了呗 在罗伯特的心里 这是他唯一的朋友 可是突然有一天 牛没了 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这天吃饭的时候啊 给罗伯特急的 就问他的妈妈 妈妈妈妈 我牛呢 牛 你吃的这就是啊 啊 宰了 早宰了 给罗伯特气的呀 妈妈也没征求他同意 就把自己最好的朋友给宰了 这给罗伯特留下了非常深的心理阴影 但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提过这事 真正让罗伯特变得更扭曲的 其实是另一件事情 有一回啊 他的弟弟大卫 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男孩 把人撞晕了 罗伯特吓坏了 正琢磨着该怎么帮助弟弟的时候 哎 这时候 罗伯特的妈妈站了出来 做出了让罗伯特 彻底毁掉三观的举动 罗伯特的妈妈一听 很冷静的来到了案发现场 看着那个被自己儿子撞晕 昏迷不醒的小男孩 直接把这孩子抱起来 扔进河里了 这一幕让罗伯特深受震撼啊 人这小男孩只是晕倒了 没死啊 妈妈为了逃避责任 竟然这样残忍的杀害了小男孩 罗伯特就感觉 杀一个人也不难嘛 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似的 最终这个案件呢 也因为当地警方的不负责 鉴定结论是小男孩不慎逆亡 就不小心被淹死了 这事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罗伯特从这一回开始 内心彻底扭曲变态了 他就觉得甭管做什么坏事 那都无所谓 只要我掩藏的足够好 我就不会让警察发现 我就不用受到制裁 随后长大成人的罗伯特 更大胆了 他呀 对生命没有任何敬畏了 荒淫无度 残杀了几十条人命 最终经过调查 罗伯特在先后15年的时间里 至少杀死了49人 这起恶劣的系列失踪杀人案 这罗伯特的残忍和变态的行为 让无数人不寒而栗 很多西方的影视作品呢 也以罗伯特犯下的这些罪行 作为蓝本 作为原型 去进行艺术的二度创作 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说 2009年 澳大利亚 悉尼一家林姓华人 被灭门的案件 简称为 澳洲林氏灭门案 这起案件唯一的幸存者 是这家的大女儿林骏 2009年的时候 她15岁 林家呀 跟很多普通家庭一样 幸福 平凡 温馨 有夫妻两个人 下边一个大女儿 还有两个小儿子 一家五口人 生活在一起 非常的美满 林骏的父亲呢 是一个商人 挣的也不少 养活这一家子 一点问题都没有 2009年7月18号 这时候呢 放暑假 15岁的大女儿林骏 学校组织游学 正在外边呢 朋友给她发过了一条 新闻链接 点开之后 眼前已黑 差点坐地上 里边说 悉尼一户林姓华人家 发生了五人被害的惨案 死者分别是 45岁的男护主林敏 43岁的妻子林云丽 两个12岁和9岁的幼子 还有林云丽 39岁的妹妹林云斌 这正是林骏的父母 弟弟们 还有姑妈 还有什么学呀 火急火燎的往回赶 到警察局停尸间呢 那尸体的面部都盖着 想掀开看看 警察给拦住了 孩子听我的 不用看了 太惨了 我们通过DNA 鉴定完了 警方说 现场五名被害者的身体和面部 都有明显的 顿气猛击的痕迹 而且还被凶犯非常残忍的 打到了面目全非 脑袋都给敲碎了 看起来不像是光为了杀人 而是泄愤 面对这样无法辨认的尸体 警方呢 只能是通过DNA 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验尸报告推测 林敏和林云丽夫妇 是在主卧室里 首先遇害的 姑妈林云斌呢 紧接着在第三个房间 遭到毒手 调查人员 从姑妈的尸体上 发现了防御性伤口 判断出 她死之前曾经在床上挣扎过 两个小儿子 很可能是被害之前 就被惊醒了 与凶犯发生了搏斗 他们的尸体上 也有大量的防御性伤口 林家还有第四间卧室 但是呢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凶手曾经进去过 这个房间的主人 正是幸免于难的林郡 法医对五名死者尸检的时候 还发现 四个人呢 都是死于头部 受到猛力重创和窒息 而林云斌姑妈 是死于头部重创 案件被曝光之后 震惊了整个欧洲 被称为是澳大利亚 华人社区当中 最为惨烈 最为重大的谋杀案件 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2009年7月19号的早晨 悉尼警方接到了死者林敏的妹妹 林书打来的报警电话 林书当时已经崩溃了 在电话里连哭待寒 有人要死了 有人要死了 但是我不能确定 警察赶到现场之后 林书浑身哆嗦 告诉他们 今天早晨 他和丈夫谢连斌 发现哥哥一家 没有像往常一样 打开书报亭营业 就跟丈夫谢连斌 一块来到哥哥家 看看什么情况 谁成祥 出现了这么一幕 林书和谢连斌呢 也就是幸存者林郡的 亲姑姑和姑父 由于全家人都已经丧命了 还没有成年的林郡 跟谁过呢 姑姑跟姑父站出来了 我们收养他 做他的监护人 林家还有其他的亲属 大家也都觉得 不错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方式了 他们也都希望林郡呢 能够在姑姑姑父家 更快地走出阴影 重新找到家庭的温暖 但是谁都不知道 林郡的噩梦 刚刚开始 到了姑姑家之后 那时候 失去家人的林郡呢 不知所措 每天都是迷迷糊糊 浑浑噩噩的 姑父谢连斌 非常清楚 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把手 伸向了 没成年的侄女 多次地 性侵了他 林郡后来说 其实在案子侵了 其实在案发之前呢 就遭到过姑父 谢连斌的猥亵 就连他经文死讯 从外地赶回来的当天 都是这样 那天全家人都在姑姑家 姑父趁他睡觉的时候 把手伸进了他的衣服 他虽然醒着 但是不敢出事 搬进姑姑家两年之后 姑父对他的性侵呢 那就是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林郡的性格比较软弱 也没主意 一直忍着 到2011年的5月5号 姑父居然被当作 他们家灭门案的 最大嫌疑人 被逮捕了 警方提供了一段 案发时候的报警电话录音 这里边显示 姑姑林书报警的时候啊 对着接线员 失控的尖叫哭泣 我觉得有人要死了 同时呢 他还恳求丈夫不要离开 跟他待在一起 他跟丈夫说 我很痛苦 我很痛苦 比你更害怕 但是录音当中 之后就响起了谢连斌 发动汽车离开的声音 他这个怪异的举动 当时警方就有点怀疑 当然 仅凭这种怀疑 是远远不够的 通过调查 警方列举了谢连斌设案的五大证据 第一个 他曾经指导妻子回答警方的问话 2010年的医院案发六个月之后 凶杀调查组呢 获得了允许在谢连斌家安装了监控设备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 警方窃听了谢连斌跟其他人的对话 谢连斌曾经跟妻子说过警方对他的怀疑 而且试图指导妻子该如何回答警方和其他人的问话 另外 他和妻子林书到达案发现场 发现林敏一家死亡之后 在去接妻子父母的时候 销毁了杀人凶器 在录音当中 谢连斌说 他坚信没有被任何摄像头发现 第二个 在谢连斌家的车库里发现了血迹 2010年5月11号 警方封锁了谢家 进行了一次为期四天的彻底搜查 在车库的一张书桌下边 找到了少许的血迹 鉴定之后发现 这个血液样本 至少是四名不同人士的血液混合而成的 而警方在林宅凶杀案的现场 也发现了好几处类似的混合血迹 同时 这些血液呢 也不是属于谢家人的 第三 谢连斌剪碎了鞋盒冲下马桶 在对林宅进行搜查的工作当中 警方在血泼里发现了42个鞋印 其中24个的纹样 跟亚瑟士跑鞋相符 鞋子的大小呢 在美国马8.5到10.5之间 而谢连斌最喜欢的跑鞋 是一双美国马9.5的亚瑟士 警方最后没能找到这双鞋 但是在向他妻子询问这双鞋情况之后 监控设备拍到了谢连斌 剪碎了一个鞋盒 把碎片倒进马桶给冲走了 第四 检察官史密斯说 杀手很清楚受害者家中的布局样式 这起谋杀案不可能是随机发生的 凶手就是谢连斌 没有迹象显示 凶手是通过暴力进入受害者家里的 他是切断电源之后使用钥匙进入房中 在法庭上 所将也表示 受害者家中的大门 没有被强行撬动的痕迹 那除了林家五口人之外 有他们家大门钥匙的 就只有谢连斌夫妇了 第五 谢连斌的一位御友表示 他自称会点穴 这位御友 我们把他代称为A 在一次庭审当中 A作为控方证人 他说谢连斌自己说的 会武术会点穴 他们在监狱里聊过几十次的天 谢连斌很明白地表达出 他就是林家命案的凶手 A当时还问过他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个人杀死五个 谢连斌指着自己的后拨梗子说 我可以直接进屋 然后按压住脖子的这个地方 如果利用这个穴位呀 对方会在四五分钟之后昏昏欲睡 然后就能用榔头砸 还比划砸砸砸 这样不会有太多的血溅出来 谢连斌说他学过中医 知道所有的穴位 当两个人谈到警方在他家的车库地面上 找到了林家人DNA的时候 他说这DNA呀当然是个问题 但是如果查出来 是我七舅也就是林敏的血 我就可以说 是他曾经帮我修车时候弄的 车库里有不少尖锐的危险物体吗 A还说谢连斌多次表达出对林家人的愤恨 说他们全家人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还跟我老婆说 你能够找到更有钱 更帅气的人 他们不知道我有钱 当然他们以为林敏才是成功的生意人 总想让我丢脸 不过事后林敏和林叔的父母表示 他们对所有的孩子 还有他们的老公老婆 全都一视同仁 不知道谢连斌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呢 案发的时候 林俊卧室的门 根本就没有被打开过 这说明凶手知道这是谁的房间 而且知道他并不在家 所以警方推断 这是熟人作案 但是林叔 谢连斌的老婆林叔非常确定 他说那天晚上 我们是凌晨两点钟上的床 他跟我一直在床上 但是之前 林叔却告诉过警方 他记不清谢连斌 在2009年7月17号晚上 是否离开过卧室 当时呢 林谢两家住的就隔着300米 谢连斌也完全可以等他妻子睡着之后 到林家杀人 再回来当什么都没发生 从时间和逻辑上 这也都是说得通的 警方公布了一份审问谢连斌的录像 在视频当中呢 警察问了他三个问题 是你杀的林家五口人吗 不是我杀的 那你认为是谁杀的 我不知道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被杀 我不知道 从始至终 谢连斌都是面无表情 非常漠然 没有任何痛苦或者悲伤的情绪 关于他的杀人动机 警方总结呀 可能是出于以下三点 钱 姓 面子 如果林敏一家死了 他们的财产 自然就会交给林郡的监护人 也就是他的姑姑林叔 事实上也是这样 在收养林郡之后 他们接手了林氏书刊亭 还有他家的房产 再一个长子不在世了 将来祖辈们分遗产的时候 他们也会多拿一份 另外一个动机是姓 就是他的侄女林郡 谢连斌早就对侄女垂涎三尺了 杀了他全家 收养他 一起住了 这之后下手可就更方便了 这也就说明了 他为什么要挑林郡 不在家的时候杀人 警方呢 也在安装在姑姑家的 微型摄像头中发现 谢连斌 经常对侄女做出不恰当的举动 最后一个动机 警方怀疑是因为面子 谢连斌呢 曾经是广州的一名医生 后来搬到澳大利亚的 跟生意上十分成功的林敏相比 他这个女婿 收入不是很理想 经常被林家人埋怨看不起 不管这种事情 是不是真正的发生过 至少他心里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很可能是怀恨 杀掉了比自己环境优越的 林敏一家 山中无老虎 猴子就能撑大王了 他在家族里的地位 也提高了不少 不过对于警方的指控 谢连斌拒不认罪 坚称没有杀人 他老婆林书呢 也说自己的丈夫是无罪的 为此东奔西走 花钱请律师打官司 说谢连斌是好丈夫 好父亲 十分爱他的家人 尤其是小侄子 就是林郡的两个弟弟啊 林郡为了证明姑父有罪 出庭作证之后 他姑姑啊 还发短信骂他 告诉他 姑父是被陷害的 你为什么要说谎 由于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 谢连斌在律师的指导之下 一直拒不认罪 再加上他姑姑拼命地申诉抗争 案子的审判一拖再拖 进度非常缓慢 这期间呢 谢连斌还获得了保释 他姑姑当时乐疯了 一直到2017年1月12号 经历了七年半的时间之后 法院终于下达判决 陪审团十一比一 认为53岁的谢连斌 有罪 谋杀罪名 成立 媒体当时都等在外边啊 震惊澳大利亚的临时灭门案的嫌疑犯 当地华人谢连斌 被判了五次 终身监禁 最高也就这样了 没有死刑啊 而且终身不得假释 也就是说呢 53了 最后也会老死在监狱里头 判决下达的那一天 林敏的父母老两口 顶着四十多度的酷暑 去墓地看望了儿子 而媳妇还有孙子们 这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最终的交代 这场悲剧 不仅让老两口失去了儿子 女儿 林淑 也因为丈夫的缘故 不再跟他们来往了 依然准备着上诉 为丈夫申冤 林郡的生活呢 也已经慢慢地走入了正轨 完成了学业 交了一些新的朋友 非常珍惜 跟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每一天 1959年3月25号到4月5号 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其中全会 史称上海会议 会场啊 就设在卢湾区瑞金一路旁边的锦江小礼堂之中 由于毛泽东 周恩来 刘伯成 彭德怀 李先念等 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 160余人 齐集上海 上海警备区和上海市公安局 分别负责外围和内围的安保任务 为此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黄齿波 布置了一批精干警力 负责锦江小礼堂和附近重点保卫区的安保工作 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前半程 一切平安无事 四月头天刚过 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开完 八届其中全会刚开幕的时候 突变到来了 这天下午五点半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报案 位于市局重点安保区域范围的 陕西南路常乐路口的人民银行第十储蓄所 发生一起抢劫案 黄齿波局长文讯大吃一惊 此处距离开会地点 锦江小礼堂近在咫尺 又布置有众多警力 强盗居然敢在重兵把守的情况下 公然作案 这不是欺负上海公安无人吗 再把负责会议内围安保的相关人员 从上到下臭骂一顿之后 余怒未消的黄齿波局长 将刑事侦察处侯处长叫进办公室 要求尽快侦破此案 并且亲自点将让端木上 端木红玉接到任务之后 立即带上一队刑侦寄侦人员 火速驱车赶往现场 当他们赶到之后 计真人员先行进行现场勘查 刑真人员则抓紧时间 对作为目击者的储蓄所 女营业员江某进行询问 江某啊 只有25岁 还惊魂未定呢 惊恐了好一阵之后 他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开始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4月2号傍晚 人民银行第十储蓄所正准备关门打样 当时江某正在礼物清点存款 他的女同事王某正在外屋柜台那结账 盘点当天进账的现金 江某这时候啊 特地抬手看了看表 下午4点55分 此时他听见外屋的王某 发出啊的一声尖叫 江某意识到出事了 立刻跑出礼物到了外屋柜台那 就看见王某满脸鲜血的福岛在座椅上 江某吓坏了 立即大声的呼喊救命 经过清点 有五张定额存单被抢走了 此时王某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 医院那边的消息是性命无忧 但人依然没有恢复意识 暂时无法问询 现场勘查 也没查到任何脚印指纹之类的痕迹 只留下一柄背部带血的斧头和一只垮包 根据江某的辨认 都不属于储蓄所所有 基本可以认定为罪犯行凶逃跑之后留下的 听完江某的叙述之后 端木洪玉沉思了片刻 开口问道 你从礼物跑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柜台外面有人 或者说是凶手逃离时的背影 没看见 因为快下班了 一般来说这种时间是不会有顾客来存款或者取款的 你说的是一般情况 那特殊情况有没有呢 那是很少碰到的 除了储户急需用钱的时候 可能再离下班五六分钟来取款的情况 这很少碰到的 你刚才说预感到出事了 你怎么会预感到的呢 当时我在房里集中精力清点钞票 突然听见小王的声音很恐怖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马上想到可能强盗抢钞票了 那你怎么会想到强盗抢钞票呢 过去听老师傅讲过这种事情的 那你能不能回忆一下 今天从开门到事情发生之前 都有哪些人来存款和取款 今天的顾客不算多 开门的时候和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人多一点 总归顶多不超过二十个人 那你能不能讲得仔细点 比如顾客的年龄性别面貌特征 今天是我跟小王在柜台当班 来存款的人多取款的人少 经我守的好像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妇女 年纪轻的不多 经小王守的 我没怎么注意 好像他经守的男的比较多 这样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比如最近几天 尤其是今天的顾客当中 既不取款也不存款 就在柜台前转来转去的人 你不用现在讲 冷静下来 好好想 想到什么了 及时向我们反映 好的好的 结束勘察和访问之后 端木洪裕率队 返回位于福州路185号的上海市公安局 随后立即把整个警法科的大家伙 召集到一起进行案情分析 会上大家达成了几点共识 第一 从罪犯的作案时间的选择上看 罪犯已经不止一次的来过储蓄所踩点 对储蓄所每到下班时 只留下两个人清点钱款的惯例 了如指掌 并且长乐路第十储蓄所所在的位置 行人稀少有利于作案 第二 从罪犯丢弃在现场的工具和挂包来看 说明罪犯是个初犯 从抢走的不是现钞 而是储蓄单来看 说明罪犯实施犯罪时 心情十分急躁 慌不择物 说明罪犯很可能是急等着用钱 第三 既然罪犯多次来踩过点 说明被害的女营业员 很可能不止一次的见过罪犯的脸 据此 端木洪裕发布了三道指令 首先马上把现场遗留的凶器 印发传单 散发到街道 工厂 以及人民银行各储蓄所 请干部职工和群众辨认 从中发现凶器的来源 其次 在人民银行保卫部门的配合协助之下 通知上海各家储蓄所 严密控制被抢走的五张存单的存单号 对任何用被抢存单号的存单取款的人 已经发现立即先行控制 最后派人去医院看护仍然没有恢复意识的受伤营业员王某 一旦等他恢复正常意识之后 就请他回忆罪犯的形象 并进行模拟画像 然后印发到街道 理论和工厂进行排查 三天之后的4月5号 受伤的王某经过抢救 并且昏迷了两天之后 神志终于恢复正常 医院通知公安局可以进行询问了 随后端木洪玉立即带人赶往医院 对王某进行问询 端木洪玉问他 那天来取款的人 你认识他吗 王某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你有没有跟他打过照面 王某点了点头 那个抢钞票的人 看上去三十多岁 这个人过去我没有什么印象 那天我跟他照过两次面 第一次是他急匆匆的进门的时候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进门之后 拿一张储蓄单 说要取出十五元 我当时正在专心点钞票 所以没抬头 第二次是他又催促我 这时候我抬头看了他第二眼 告诉他稍微等一会儿 我本来的意思是 等我点完钞票之后再给他办 但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用榔头在我头上敲了一下 我叫了一声之后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个人的面目特征 你还能记得起来吗 我印象里 那个人是圆脸 眼睛不大 个子也不高 第二次我抬头时 那个人还是笑眯眯的 看上去不像个凶狠的人 倒有点书生的味道 那个人说话的口音 你还回忆的起来吗 好像 好像说的是生硬的普通话 在王某叙述罪犯的相貌时 端木洪玉身后的一名 负责画像的计真人员 就已经在绘制罪犯的模拟像 等王某叙述完毕之后不久 模拟画像就画出来了 拿给王某看 王某仔细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嗯 满像的 当离开医院后 端木洪玉立即吩咐 火速将画像印出来散发出去 4月7号 也就是案发之后第五天 人民银行保卫部门传来消息 新京桥储蓄所 发现了一张与贝杰单号相吻合的储蓄单 但当端木洪玉火速带人 赶往新京桥储蓄所时 只看到储蓄所所长 正在大声训斥一个 已经哭成泪人的女营业员 一问才得知 因为她的疏忽 给这张储蓄单办了兑款业务 当所长结算的时候 发现这张储蓄单号码 是贝杰储蓄单之一的号码时 已经为时已晚 端木洪玉扑了一个空 手下的侦察员很沮丧 但端木洪玉并不这么看 他耐心的跟手下分析 既然罪犯在这个储蓄所取走了款子 说明他很熟悉这一代的情况 因此罪犯要么就是住在附近 要么就是工作单位在附近 要么这里是他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因此果断决策 把所有先前撒到别处的侦察员全部召回 重新布置以新京地区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对区域范围之内进行排查 在排查罪犯的同时 端木洪玉派另一对侦察员 携带着罪犯留下的斧子的照片 挨个走访新京地区的木匠 因为当时每个木匠都有自己独有特征的斧子 虽然他们的斧子经常借来借去 但总归能很轻易地认出哪一把是自己的斧子 4月10号侦察员小秋和小黄排查到位于天山路的合成纤维厂的时候 该厂木工房的一名小木匠辨认出照片里的斧子 很像是他在十几天前被人偷走的一把斧子 小黄当时开车一路飞驰回市局 拿来了在犯罪现场起货的那把斧子 经过小木匠和他的同伴辨认 确认这就是小木匠丢失的那把斧子 随即小秋和小黄请小木匠回忆十几天前 有没有陌生人到过他们所在的工地 小木匠回忆起来 有个合成纤维厂职工 曾在一个月前来他的木工房向他借过斧子 但他没有同意 然后十几天后斧子就被偷了 小木匠怀疑小偷可能就是他 小秋和小黄告诉小木匠 有人拿他的斧子到储蓄所去抢了银行 小木匠大声失色 当即就说一定配合公安局把凶手给揪出来 在小木匠的回忆和辨认之下 用两天的时间辨认出 曾经向他借过斧子而被他拒绝的工人 是十年三十七岁的菊宝发 菊宝发原籍崇明宝镇 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之后 被分配在一家化仙研究所工作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 被化为右派之后 被下放到合成纤维厂当工人 因为研究所研究员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差距比较大 因此菊宝发的生活水准大为降低 家中妻子三番五次写信 要他往家里寄钱 并且威胁说 若再不寄钱就离婚 因此菊宝发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得到市局的批准之后 端木洪裕4月13号下令 先将菊宝发控制起来 并布置被害人王某进行辩认 同时派人去崇明宝镇进行外调 经受害人王某辩认 4月2号在储蓄所行凶并抢劫的人 就是菊宝发 随后前往崇明外调的侦察员 在第二天汇报说 菊宝发曾经在一个星期前 往在老家的妻子那汇过100元钱 而当时菊宝发的月工资只有20多元 而工友反映 菊宝发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 东西喜欢吃好的用好的 因此这微薄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 根本存不下来 哪里能一下子往老家汇那么多的钱呢 此时端木洪裕已经基本认定 凶手就是菊宝发 决定亲自审问他 4月15号的审讯持续了一上午 一开始菊宝发还试图顽抗 但是他的供词漏洞百出前后矛盾 当最终技术人员进来报告说 斧子上提取到的新鲜指纹和菊宝发的右手指纹 可以做同一认定时 菊宝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他因为习惯了 原先在研究所当研究员的优厚待遇 一下子成了普通工人 心理落差无法接受 又被老家的老婆催逼要钱 走投无路 想到了抢劫银行的下下策 在试图借小木匠的斧子被拒绝之后 干脆瞅了个机会 把斧子偷到手作为作案工具 为防止暴露 他决定选择地处人际稀少的储蓄所作案 在利用节假日 多次跑到市里进行踩点之后 最终选定了常乐路口的第十储蓄所 4月2号下午4点55分 他进入储蓄所里 要求取15元钱 看此时柜台上只有王某正在专心数钞票 四处窥探一下 不见一个人影 又朝墙上挂钟 瞧了一眼确认了时间 就突然拔出藏在身上的斧子 准备用斧子的背面 敲王某的脑袋 但因为柜台比较高 上面还装着防止暴力抢劫的铁栅栏 他只好把斧子伸进了铁栅栏里 这样就使不上力 所以王某虽然挨了一下 头破血流 但实际上没有伤到要害 保住了性命 除了轻度脑震荡之外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在敲晕了王某之后 举宝发随手抢走了桌上的五张 每张各50元的定期储蓄单 扔掉了斧子和随身携带的胯包之后 逃之夭夭 至此 人民银行第十储蓄所抢劫案 不到半个月就真相大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